还蛮有趣的 你就是会慢慢地想要去接近这个人 如果你碰到你喜欢的人 要看什么情况下 如果我碰到我喜欢的人 我可以赶紧做节目 以前是没有心动 但是这几天的确实有心动 看过女娃们的恋爱N2的朋友 应该都会觉得 陈乔恩河南嘉宾艾伦的 相处模式非常甜 本来以为这种甜只是节目效果 节目结束后两人会分道扬镳 可没想到陈乔恩和艾伦 却轮双双双发微博承认恋情 还强调节目中没有剧本 没有台词 他们是真的相爱了 有人表示祝福 有人却还是觉得南方不靠谱 今年2月 更有媒体爆出 陈乔恩已经展开了备孕工作 并且会为了生孩子停工半年 另外 台门也拍到了他去健康中心调理身体的照片 但对于怀孕一说 陈乔恩方也是持不承认的态度 说自己只是吃多了看起来胖而已 随后 陈乔恩经纪人证实他登记结婚的好消息 是的 他们今天早上登记结婚了 两人感情稳定 大家都很祝福 至于是否怀孕 他回应 没有 没想到啊 这俩居然走到结婚这步吗 恩恩是马来西亚华侨 本名曾伟昌 参与女儿们的恋爱录制和陈乔恩相识 虽然两人已经从交往走到了婚姻 倒是依然有很多网友保持着不看好的态度 甚至有人直言 陈乔恩到底看上这男的啥 只有一些小道消息所说 艾伦的家族在马来西亚有着一定的知名度 还拥有三座庄园 是位名副其实的富二代 门当乎对 你觉得不重要吗 不重要啊 我觉得一个人的家是一个人的家里怎么样 不能代表你这个人品好不好 但是他的整个成长环对他的价值观还是有影响的 也是会 所以我就不是那么的重要 但在中国的文化当中 爱情是两个人的事 婚姻可是两个家庭的事 所以我现在只谈恋爱 先用谈恋爱的标准 在陈乔恩公众平台官宣男友 粉丝们立刻对其做了背调 结果发现 艾伦私下生活的真实面目与节目中录呢 老实的人事根本就是大相近平 先是不跟不尽的身家背景 参加节目时曾有爆料说 艾伦是个马来西亚富二代 但是后来却被陈乔恩的粉丝扒出 艾伦的家族公司一似在马来西亚做传销 艾伦在节目中表示 自己家里是健康食品公司 然而粉丝们在这家公司的官网上 却发现了引以为傲的传销痕迹 而在中国 传销是违法的 有多少原本温馨的家庭 因为传销而被迫妻离子散 伦在节目中表现出了一副老实人的样子 他坦言自己不会说话 不逛夜店 社交软件不乱家女性朋友 前女友是马来小姐 似乎是一个有些憨厚的富二代 所以你也不会去什么酒吧 或是上一些社交软体上面 认识一些扩张你的朋友 不会哦 因为可能因为我没有很可以去找 可能也是这样 然后我白天上班 晚上画画 有时候画画之前我还要健身 再来看节目中说自己不乱家女性的艾伦 日常可是经常给一些性感网友点赞呢 比如性感的钢管舞女 就是她点赞的常客 两人还在N上互相关注了 在一些大尺度的视频后面 所有艾伦的留下的痕迹 紧接着是和一位卖情趣内衣的女性互关 从问日常来看 这也是一位走性感路线的 不过想来也是正常 人家毕竟是卖情趣内衣的 日常不就是晒一些那一款诗吗 只不过有些言语 感觉上却是充满了性暗示 而艾伦则非常勤快地给这些言论点了赞 还有另一位离婚的性感拉妈 也在N上和艾伦打得火热 两人曾一起去打过高尔夫 不过到了8月14日 艾伦就没有再点赞过这位女生 而这天正好是节目中莫根山那期 陈乔恩问艾伦会不会在社交网络上 乱加女生逛夜点 而当时艾伦的回答是不会 自己作息很健康像老年人 而在女儿们的恋爱中有一期节目 陈乔恩还曾问过艾伦 平时和他一起打高尔夫的都有谁 他的回答是一些五十几岁的老头子 当然这些种种都只能侧面 说明艾伦与节目上的人设不符合 但并不能因此就说他是渣男 也不能证明他对陈乔恩的感情是假的 不过如果两人真的好好恋爱 希望陈乔恩还是能认真观察一下男方 不要被表象蒙蔽